八角龙中的最新票房已经突破11亿大关了 从最新的走势上来看 该片的单日票房稳定在7000万左右 考虑到还有一个周左右的红利期 总体来看 八角龙中的总票房应该会在20亿上下 而作为该片的主要投资方 王宝强最后净赚 差不多要10个亿左右了 虽然网传总投资有1.5个亿 但真实投入只有5000万 也会把成本做到1.5个亿甚至更多 只有这样才能税后利润最大化 至于所谓10个亿的投资更是好笑 首先 王宝强第一次拍片还拿了最差导演奖 第二次当导演赶砸10亿 其次 本剧是现实题材 本身也难撑起大票房 第三 王宝强是导演演员 也是生意人 没有人投资的情况下 自己会把全部身家投入到这部电影 所以说 王宝强赚10个亿 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只不过最惨的肯定是马荣 当初和王宝强离婚 撑死了分了几千万吧 毕竟到后来 王宝强真是没钱了 账户上一共200多万 还找陈思成借了300万 离婚之后 拍了几部戏 赚了一些 基本上都投到八角龙中去了 可以说 如果不离婚的话 马荣起码也有5个亿是属于他的 而马荣这几年过得也不咋样 直播带货没搞成 做短视频天天被喷 几个影视公司 也因为王宝强的离开 成了空架子 现在无非就是坐吃山空 然后领着王宝强的抚养费罢了 无论是人气 曝光度 金钱和人脉 早和当年大相径庭了 估计这就叫所谓的末期少年穷吧 马荣要是知道王宝强能有今天 打死也不会犯傻吧 现在好了 有了十个亿磅身 王宝强倒是实现人生逆袭了 我认为他为了